好了 開始這個第二節的新蘇海神州 歡迎大家來到傑斯頻道 也都歡迎我的好拍檔桑普 你好 傑斯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剛才第一節如果要聽這個星期第一節 再提大家去桑普的頻道 我們今天這個星期第一節就講一下德國總理訪華 講一下中德的貿易產能過程的東西 有興趣就可以過去桑普頻道那邊 這節回來就講一個都近日非常juicy的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其實就來自這個華盛頓郵報 一位都是一位資深的傳媒人 跟美國政府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很出名的在華盛頓郵報有一個專欄 叫Inside the Rain裡面 這位人稱叫Bill Gers 就有透露了一件事就是最近 我重新一點那個不是華盛頓郵報 那個是Washington Times 是Washington Times 華盛頓時報 我說錯了對不起,多謝根證 是在華盛頓時報裡面的Inside the Rain 那他這篇文章就講到就是美國的情報機構 就近日就完成了或者可能正在在這裡 在這裡讚寫著一份就是涉及到中國的 特別是中國共產黨裡面的高層官員的那個資產的報告 這個其實就很多中國人都我覺得是熱切期盼的了 就是期盼了幾十年了就是中共黨員究竟會不會公佈他們的個人的資產 那這次這份報告呢 其實就裡面一篇文章有提及到的 就其實就在2023年的國防授權法案裡面 原來有一個規定 規定就是由這個就是國務卿布林肯 還有就是現任國家情報總監這個Evril Haines 就是艾美儀凱恩斯很慢的這個 這個在奧巴馬年代我記得他做過這個國家安全顧問的 那也是第一位美國第一位中情局的副局長 女性副局長來的 那今天就是國家情報總監 那他就由他和布林肯一起去讚寫這份報告 那這份報告大概會是怎樣呢 就是有些什麼目標的人物大概 哇厲害啊大哥 真是深水炸彈 如果真是這份報告公諸於世的話 那包括有習近平 哇大哥 就是當今勝常 跟著一路數下去就會有七常委 跟著還有二十五個政治局委員 還有二百個 大概二百個這個中央委員會裡面的成員 那還有提及到呢 就是大概二十九到三十個 是一個省的黨委書記啦 OK 就是可能有鄭雁龍份的 因為他都是黨委書記來的 不是他是區委書記 特區 這個 是區委書記 不知道有沒有他份 那所以就是非常之juicy 那但juicy以外其實我們都要探討一下 我覺得值得和阿桑寶探討一下就是 究竟背後那個動機是什麼啦 或者就是這班人加起來 就是我都很想有興趣問阿桑寶 你覺得加起來有多少錢呢 這班傢伙 那我想就是如果公佈了出來 我第一件事想說的就是 就是我想一定馬上立刻 是會將這個胡潤 就是個人財富榜 或者還有啊 甚至是福報師 就是最有錢每一年都 究竟世界上最有錢是誰 要全部都走在一邊 那就是我舉個例子 就是有些人的概念 有些人的概念 因為眾說紛紛的 大概有多少錢 那有些人這樣估 就是隨便你找阿 說只是阿聖上再加七常委 有些人說的就是大約八至十萬億美金 就是八至十萬億美金 那如果你折回人民幣 就是大概五十至七十億人民幣 那這個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胡潤這個財富榜 立刻馬上改寫 因為每一年 譬如拿回去年給胡潤財富榜 大概有一千四一千二百四十個 大陸有錢人 排頭位就是農夫山泉 中閃閃 那中閃閃有多少身家呢 大概都是四千五百億人民幣 一千二百個中國有錢人 加起來都是大約二十三億人民幣 嘩大哥你只是一個習近平加七常委 如果真的有十萬億八萬億美金 即是你的港元都說得很差 即是就已經遠遠遠超過了整個全中國一千二百四十個有錢人加起來都不夠 都是他們的三分一 所以我覺得這個簡直是如果公佈出來 就真的驚天地一鬼神 但是我想先問桑寶的就是你覺得 為什麼美國會在這個時候 簡選會可能會公佈這份報告 再強調一次就是 這一份即將可能會公佈的報告 由這個Avery Oak Hands 和這個布林敏撞寫這份報告 是不是一份classify的 即是他叫他做是一份非機密的報告來的 所以其實是可以公佈於世給大家欣賞的 那問問桑寶你這個看法會怎麼樣? 我覺得這樣啦 即是選這個時候做呢 你記住啊 根據這個2023年財政的年度 《國防授權法》第6501條說很厚 第6501條 它規定剛剛講的 這份報告是一年內完成的 2023年12月就是《國防授權法》 如果加一年呢 2024年12月之前要公佈的 那我想就是這樣啦 如果它在11月5號 總統大選前公佈呢 是啊是啊 doom if we catch it 我們抗中的 就是說 我們講的這個 報個無論 你不要以為特朗普才是虐待中國 我們都會說 是啊 是的 居 că競爭嘛 是吧 他畢業地跟他競爭嘛 這個追求隨後 非機密的報告 不是飛機報告 是不機密的報告 就是不信任的報告 這個當然跟內政有關 他要贏嘛 這個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什麼呢? 你從情報界的目光來看 我先不要從民主黨和和黨 我從情報界的目光來看 這個是新戰線來的 你從經濟貿易、科技鎖喉、軍事的對壘 什麼美日美日飛那些東西 什麼以下、什麼鵝烏這些東西 這些是地緣政治的東西 但是你說要找出一條新戰線很重要 新戰線你用下去 你基本上那些是法律來的 一定不會錯誤 講真話行公義嘛 這些東西不是跟你打仗 不是跟你說是哪個問題 對硬 第二件事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對等反正 我鼓勵你中國共產黨 你對等反正一下美國 說哪個官員 哪個官員貪腐 說爆 請你爆 快點爆 你說哪一個是拜登的兒子 不是爆 但是你爆出來的話 美國輿論早已經有了抗疫 就是全部都知道的了嘛 還有新聞自由 司法獨立 有問題的就抓它去審了 是嗎?沒得隱瞞的嘛 你爆出來 你爆出來多少? 是不是爆出來這麼多? 喂 剛剛你也說到啦 那些這樣的 你說中閃閃的錢 我想你公佈這兩百多人裡面呢 我想呢 那個平均數呢 都是它十倍、二十倍、三十倍、四十倍都有啦 中閃閃 走在一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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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叫它食招啦 中閃閃是Nobody 這些是Somebody 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要公佈一些 不公佈一些 我教你美國 就是不要說教美國啦 你不要說我們很君子 把所有的人都擺出來 然後說不行呀 桑普 就只有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省委書記 還有那些家族呢 你看江澤民、曾慶紅、胡錦濤、溫家寶提議 不是呀 這次是及其家族的 這次講明都是這份報告 這也沒有說的 沒有說胡錦濤、溫家寶、曾慶紅、鄧小平、江澤民 沒有說這些的 是 我覺得這樣 你的拉一派打一派 不要這麼笨招 你個個都公開了 是不是全部對立面? 當然找一些人 你覺得這些都可以聊天的 造成黨內矛盾 喂 這個當然是這麼玩的 搞到好像你 他們出來 主要做到一個勢子 你們這幫人 沒有被人公佈 是你們打那幫人出來的 這樣才是好玩的 大哥 這個就是玩東西的方式 還有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 共產黨會不會 就是說 神經病打台灣呢 更加沒有辦法打 第一件事 神經病 它更加精密的計算 我打台灣 就是你承認自己有問題了 新有史的Franza 就是說你們全部都有問題了 所以更加不… 不止啊 不止啊 我想補充的就是 這個其實台灣就應該要… 我覺得是有利於台灣的 剛才我想說的就是 我同意你說的就是 這個當然跟選舉有關啦 就是拜登起碼告訴大家的就是 不只是特朗普 我都可以很重手的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都說過台… 就是美日飛的會議的時候 我記得桑普都問我 喂 會不會打仗呢 你猜 那我真的不能排除這個問題 就是南海會有軍事的衝突呢 在大選期間呢 其實是相當有可能 因為我想桑普都會認同我一個看法的就是 喂大哥一打 阿特朗普都在輸了 輸多幾成啊 因為… 就是… 輸多幾成 拜登是不是會想… 當然打啦大哥 尿都尿到你打啦 好啦 如果真的有機會打的時候呢 那還有一件事很重要啊 你看看俄烏戰爭今天緩烏的那些資金裡面 是有凍結俄羅斯的寡頭啊 或者還有俄羅斯政府的那些資產 然後將它變成掉回槍頭呢 就是要來support這個烏克蘭的嘛 那一公佈出來就告訴你有什麼衝突的時候呢 我釋出一個信息就是 美國其實都可以在這個同樣做法都可以做到盡的 如果真的跟你反面 你真的敢跟我反面 打嘛 一打的時候 你走去台海、東海、南海 總之在南中國海這裡發動戰爭的話 喂 那它就調轉槍頭啦 譬如你走去進攻這個台灣的時候 那它就凍結了你的資產 然後海外資產 然後那些資產的錢全部變成援助台灣 不用它出錢的喔 哇 這真是天文數字啊 大佬 是不是呢 就是哇 我覺得整個部署好了就是 沒有收關稅 真的好過收了 喂 用什麼收呢 你收了這裡 海外資產都說 其實都不知道是多少 我真的不知道是多少 你問我真的不知道 有一個以前的二歷前年 我記得有一個人叫做中國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的元所長 賈康他都說過 他說 他說只是說在瑞士銀行 OK 大約有五千個戶口是中國人的 這五千個戶口裡面 大概至少有七成是中共黨員來的 那你大概七五三十就是三千五百個戶口 都是中共黨員啦 那他就說 他的透露就是每個戶口平均 嘩 即是說聽到了嚇死人 是平均都至少是不少過七百八十億 啊 人仔 好像 我想是人仔 人仔做單位 喂 大哥我不懂 我告訴你 七百八十億乘以三千五百 你只要找個計算機算 然後我那個號碼我都說不到給你聽 那所以 算數碼你都找到那麼多個零 算數碼你都找到大一點 真的不是開玩笑 那所以這個真是一個天文數字 所以我覺得是鋪定路的 所以我經常都跟桑保興說 你真的沒那麼肯定特朗普會贏 因為連任那個很著數 他拿著很多招數在他的手上 他真的可以玩的 你說真的打起來的時候 拜登在贏中 我可以說 我先說給你聽 變了戰時總統 所以隨時 十一月之前 但是哪有風吹草動 不是開玩笑 打什麼呀 中國共產黨肯打他才算 就是我覺得肯打他的話 就是我當你輸到一頓飯給你就可以了 OK OK 所以我打什麼 我就是說 我當然不會坐定特朗普說 川普說川普贏 當然不會這樣 因為現在 你會知道拜登有行政優勢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行政優勢 跟他聊很多話 就是怎樣去做一些campaign 我先不要說選舉 因為美國的內政問題 我只是說一件事 習近平、王岐山、楊潔篪、黃毅這些人 全部人全部都有這麼多美國資產 還有不止美國 美國應該鼓勵一些瑞士 英國 全世界各地加拿大都是 公佈了他們的資產 美國帶頭全部公佈 一夜養出來 是哪個國家還在那補充 哪個國家還在那補充 這份報告將會一年內公佈 這個是法案要求 是必定公佈的 不過公佈會不會雷聲 但是語點少 這個我會覺得 起碼是一半的機會 就是他不是說 哇二百多人全部公佈了 不是 我都說他選一些人公佈了 不用啊 就是好像當年 2016年巴拿馬文件 1100萬份的巴拿馬文件 都是部分官員有公佈了 或者公佈了 但是每個人講的那麼多 所以美國那份東西是不是這麼多呢 我很有問題 但是你知道美國都知道了 就是換言之 中國共產黨全世界都知道 美國情報機關掌握了所有這些這樣的 二百多個目嘴 他們這些貪官污吏 共產黨的魔鬼 他們所有的資產狀況 他們家人包括 老組 我選來給你公佈 就是告訴你我還要牌打 這件事就是美國會搞的 你說這個叫中國共產黨頂導的 財富和腐敗活動報告呢 拭目以待會怎麼樣呢? 但是我也說川普時代已經預告 他當時很想禁制公佈 但是被人禁不住的 情報部門已經不想你說這麼多東西 就讓人知道了 就是公佈中國官員一百八十萬名子女 在美國的資產 一百八十萬名都是高官的子女 那些這樣的總 在美國的資產 一百八十萬人 你想想 1.8 million是什麼的數目 你自己想想 基本上不只是這二百多人的了 很多官員都是 盡在美國掌握中 你說這些錢和那些錢怎麼比較 全部都完全知道 就是說 還沒去到和你攤牌的地步 和你玩show hand的時候 一張牌大死你 我經常說 共產黨黨打美國 浪費氣了 一開戰 可以 你們那一百八十萬名子女的資產 加上你全部的七常委 全部公佈 立即充公 全部送給台灣 賣軍火 打去 那你已經搞定了 使這麼多東西 全部馬上投降 扯白旗 我寫透露川普當時已經在做事了 接著最近這一波 就是剛剛你講的 Washington Times 4月10號這篇文章 再爆一波 就是拜登會做事 之前是川普做事 其實是延續來的 兩黨延續來的 兩黨延續來的 所以你說美國有左洋派的爭議 我都會偏好川普多一點 我是很老實地跟大家講的 但是我不會認為 拜登什麼都沒有做 我又不會這麼覺得的 他有些事情是做出來的 我不會否認的 他現在為選舉 可能會做多一點 符合我期望的事情 which is good 因為民主選舉就是這樣 在這樣的情況下 拜登是有這樣的意願做這件事 我支持的 怎會不支持呢 你一年內 可以完成這一份 發案的報告 接著之後公諸於世的 which is very good 眾議院還在2月1號 有一個中國網絡攻擊威脅聽證會 哇 厲害了 他就說法國是微軟做作證 去年5月開始 他叫伏特颱風 黑客組織中國支持 想攻擊 以及已經在攻擊美國基礎設施 講這番話 中國是強烈譴責經決反對人的那些 不過我說這些東西攻擊 擺出來就很基本的原則就是說 你 中國 害我美國那麼多 搞我網絡 輿論戰 心理戰 法律戰 還有網絡攻擊 現在爆你陰毒 擺在台上 我就覺得到今時今日為止呢 中國共產黨好像沒有對這則新聞呢 是有強烈譴責經決反對的 網絡攻擊那則有 但我就說爆你陰毒 中共領導人 貪腐報告沒有反應 兩個解讀啦 一個就是說呢 反應就是我叫做 叫做認了 我有問題 是不是? 那一定沒有反應啦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呢 你講戰狼 爆你陰毒 真是甚麼都沒有 我就覺得這件事真是 全世界都沒有試過有這麼狼死的地方 我就說美國肯定 肯定就算我是中情局 我今天是美國總統 我高高舉起 爆一點點東西就算了 你不可以全部都爆出來 那你只是推牌而已 打過而已 那當然不會這樣 你一定是爆一點點 擠牙膏 試水關係 對了 這樣就非常好 如果你說我今天一次過爆了這麼多人的陰毒出來 沒有人會這樣做事 擠牙膏是最好玩的嘛 這個就是我的想法 不是啦 試水溫一定是 還有這次真的試到水溫的 就是到目前為止都有整個 我們一講這則新聞都起碼 是有五、六、五日到六日之後 大概都 但是真的好像剛才桑寶說的就是 中國這邊是沒有任何回應的 特別就是差不多單單都會回應的戰狼外交部 我想不知道是不是他們收到命令 誰夠膽回應 那個人就是高級黑 這樣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想如果你說初步試到 那個水溫真的有些膽怯的 就是上至聖上下至群臣全部都糟糕了 就是你爆了之後 這個絕對是一個深水炸彈 還有就是 這個是中國我想 那高層的官員或者到今天習近平都是一個 一個死門 因為這個包括及其家族 那些人全部都要走錢的嘛 大哥這幾年特別走得更加厲害了 那你說如果真的跟美國抹臉 這個已經有響起一個警告就是說 如果真的抹臉的時候 就再回到俄羅斯模式 然後以美國為首 那時候就是 英國要跟隊 歐洲要跟隊 即是說共產黨走了出去的資產 除了我無法回答你 即是新上任 即將換裝的新加坡 會不會給你面子之外 其他全部都要跟美國隊 一起去制裁 那時候就不是整天鄧炳強說的 癡之以鼻的 真的會暈倒的 所以還有有什麼反制 唯一你想到 阿桑普想到我都想到他反制 你拜登玩東西我玩你的兒子 最多就是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 我覺得 不要說幾百人這麼多了 OK 輕輕如果你說公佈的 只是不如說給大家聽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大家最期待就是看一下 聖上整個家族 究竟他的資產有多少 包括 包括 習近平一家人 今天還在香港的齊喬喬她姐姐 還有非常神秘的齊安安 還有這個 弟弟習遠平 或者還有外甥女 張燕南 立很多東西在手 就是這個齊喬喬 和第一任老公生的那個女 張燕南今天都四十幾歲 都在香港的資產 你看我的片 我經常都 都會透露一下 所以 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 習家究竟有多少 這個是大家 我想 我自己就很想知道 看看美國那份報告會不會 是 齊喬喬 鄧家貴 那些 大家看下去 是姐夫的故事 大家以前說過 是 我講下去 我會建議美國做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你不是充公很多錢的 公佈很多錢 充公很多錢 然後那筆錢已經很多了 一定是百億百億百億 你怎麼做是美國最有利呢 告訴大家 值得研究 很多用途 中共在美國有很多間諜組織 首先要查清楚 這筆錢有沒有用來資助間諜的人 即是一些鬼 什麼灰線 什麼紅線 什麼鬼 什麼東西都有 有 那當然公佈了 不要 就是說你為富不仁 這麼多錢 一些錢都不給那些幫你做事的人 那不行 美國政府幫你忙 給錢給那些人 幫忙做事的 爆大鑊 將它這麼多年的事情 公佈出來 越充分的 看得到你了 十倍 一百倍 一千倍的獎金給你 你收多少錢 我給你十倍 一百倍 一千倍 全部爆 全部爆陰毒 給你 還給你政治庇護 不要爆蔡奇 爆習近平 不要爆蔡奇 這就是聰明 做事當然是說 一派打一派的 我和你做黑社會 我和你做學者 神經病 所以我說 全部的事情都是這樣做 這樣才能夠見及理及 最正的就是 共產黨打本給你去做 以上你說的那些事情 不需要用這個美國人的文資文膏 直接是夠做有得 大佬 那些都市 你說什麼攻打台灣 我真的懷疑那些 那些上去簽十幾 那些開飛機 那些整架飛機 炸去台灣 鬥一鬥 跟著轉彎 去關島啊 大哥 跟著降落 投城 就是大碼 大碼有得做 這個真的不是開玩笑 是啊 是啊 玩到它掛 就是今時今日 你搞這麼多事情 什麼叫做 什麼 香港是宇宙中的太陽 烏雲是遮蔽不了它的光芒 是不是 那我就說 美國的忠誠局掌握的資料 就是宇宙中的太陽 你中國的強烈譴責 堅決反對 遮蔽不了它的光芒 那就可以了 你用回你的手段 來賺回你 我經常都說 用共產黨的東西很容易的 今年是六四三十五週年 你知道最近四一五就是這個 胡耀邦逝世三十五週年 很慘的 在中國那裡 有些嚴懷的人 依然做中組部的部長 中組部的退休官員 以前中組部的部長就是胡耀邦 寫了一篇東西 悼念他 習武 永懷 胡耀邦 接著說他解放中國的政治的戰民 一億多的地主 富農 全部都是習武 真理標準大辯論 就是所謂的平反冤架錯案 讚美到很多東西 他就說 胡耀邦就是中國善良的心臟 而這個趙紫陽是中共智慧的大腦 好 說這些東西 說完之後 兩天後 其實很久 其實現在中國的問題 出的問題 這個地方 兩天後 被人禁言 禁言兩個星期 這個人現在沒得出聲了 你想想這件事 我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 第一 禁言兩個星期 不像習近平 通常永久封號 是不是 第二件事就是說 你港胡耀邦這些東西 都會被禁 全部海外都知道了 海外都知道了 裡面都知道的 你不怕這件事 傳回到中國那裡 大家都知道嗎 所以民變、政變的因素在這裡 你問我中國會不會因為民變、政變 會變民主自由呢 我不看好的 這個民變的機會不大 政變的機會頗大 但是我認為 它政變就算怎麼變 不是蔡奇王、小洪、妙華 不是有那幫人嗎 所以我就說 共產黨不倒 這個文化的租迫不倒 中國不會好的 你以為中國會好 你以為推翻習近平會搞定嗎 不會的 你先推翻了 你先推翻了 那你想碰誰去做 你想碰薄熙來 是不是 想碰蔡奇是誰 那你自己想 我只是說 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你就要搞亂它 搞亂它的時候 美國如果真的要做這件事 不只是爆它陰毒的 要捅和拉 就是說有幫人 要是真的美國覺得這幫人 可以成為中國比較健壯的力量 但是你問我 說實在 我看不到 就是你今天你不斷打它 打它 搞亂它 它倒了 之後呢 你計劃的事情 你計劃的事情都要計劃的 你不要從我們的角度看 你從美國的角度看 它都要計劃的 中國有什麼健壯的力量 李克強已經收了皮了 沒有 是嗎 你難道扶回胡春華出來 等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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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強都不是一邊什麼健壯的 什麼 不是 大佬 愛知病 貪污腐化 無能 大家都知道他的人 手汗強 這個人有什麼用呢 所以美國有什麼人可以用 以前都是胡錦濤 胡耀邦、趙紫陽 說真的 胡耀邦、趙紫陽怎麼壞都好 他都有好的一面 他都有國務的一面 有比較自由的、活潑的思想 之後呢 六四之後就沒有了 怎麼辦 這個才是問題 中國公民社會起不到身就很慘 這個 這個我會這樣回答你 這個其實正正就是 究竟拜登想要什麼 拜登想要的東西跟特朗普有什麼不同 我以前都經常強調一件事 特朗普其實要的 特朗普要做的事就是 不要跟魔鬼交易 但是拜登要做的事就是 我要控制這隻魔鬼 所以如果你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 共產黨倒了 其實共產黨倒了 我很難以想像 因為 我經常都強調一件事就是 中國人不覺醒 中國人不去追尋一個制度 而繼續是去追尋一個 所謂叫做賢軍 那你根本是無雲閒的 但是如果你問 剛才這個問題 問回民主黨 美國民主黨 或者是拜登 他會告訴你 我都想習近平倒了 因為他今天不受控制 共產黨倒不倒是另一回事 我要的是一個 例如舉個例子 如果習近平倒了 誰上了 你剛才問那個問題 舉個例子 霍氣來上 他一樣會是獨裁 但是他可能會走一條親美的路線 他又可能會回去好像鄧小平的年代 又韜光養晦 起碼做個樣子都像 就是這樣 已經可以符合到 美國民主黨想要的東西 或者是拜登想要的東西 所以我經常都說的就是 無論共和黨也好 民主黨也好 他們在做的事情 都是覺得自己覺得 是會符合美國利益的 沒有他們兩個黨 都不是在違背美國利益 不過就是 一個覺得 一個覺得的就是 不與魔鬼交易 是符合美國利益 同一個就是覺得 我要控制那隻魔鬼 是符合美國利益 這個就是那個分別 甚至我會覺得 拜登是不是真的想控制這隻魔鬼呢 這個都是一個疑問 這個付諸 但是就是這樣 就算他想控制 他旁邊那些基辛格主義的信徒 都未必肯定想控制 他想engagement做生意 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只是說 去到今天 美國是不是歡迎一個 鄧江湖時代 應該是1992年 去到2008年時期 這個中國 yes 他們要這件事 你問我 莊普 是不是要這件事 No 我不要這件事 當然 這個就是我和美國不同的地方 美國要接受的就是一個 韜光養晦 有錢大家找 全世界夢工場去中國 這個就是他要的東西 你專制獨裁理的事情 再加上 再加上 中國市場 中國市場要的東西 中國市場 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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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基本 他們要做的就是這件事 你以為他真的像我這樣跟你說 喂 共產黨是對我們人類 一個很大的傷害 不是 喂 共產黨如果被美國挫敗 變弱 他就必然變回韜光養晦 我再說 是啊 這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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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變的 為什麼不會變 就在二千多年來 這個中華民族這樣 是不會變的 你什麼宋齊良辰 唐宋元明清 什麼唐如下雙周 唐如下雙周 什麼都一樣 全部都是專制獨裁的地方 說封建也好 專制也好 行軍縣也好 什麼都好 結果就是 一人說是 或者一個集團說是 其他人都是被管治的階層 那你如果沒有一種 所謂人的尊嚴的覺醒的話 什麼都沒有變 是啊 我這一代 看不看得到 中國人的覺醒呢 我是悲觀的 甚至說下一代 都可能很悲觀的 你看回現在全部躺平 全部就是說 對於中國 這個要統一 要誓台灣 要統一台灣 絕大多數支持的 這些這樣的意識 去到日本那裡 拿著櫻花船 不斷在那裡搖 那些子女下面拍照 落影紛紛 所以這些就是中國 那我就說 去到今時今日 是不是就是說 會有翻新的餘地 我覺得不會 第一 解放軍宣誓詞 以前說為人民服務一改了 孫世智要說 中國共產黨服務 OK 為中國共產黨服務 就是說 新華門 就是這個 中南海 南邊那個門 新華門進去 未改了 但是可能改了 為中共服務 五個字 拆了那個人民 就寫為中共 那我覺得挺好的 異正慈嚴 不會騙大家的 由此中共共產黨 都沒有騙人 真的為中共服務 另外就是說 它要黨紀學習教育 肯定蔡奇搞的了 說要根據中共紀律 處分條例 入心入魂 要中版通知三個月 全面的中國共產黨員 要黨紀教育 融入日常 早在經常 不留白 全覆蓋 反對原始主義 反對低級和高級黑 這些講到底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全部人 都要向習近平效忠 只有一個領袖 一個黨 一個魂 就是習近平的魂 離開他什麼都沒有 這個 跟金正恩、金正恩 有什麼分別呢? 跟金日成金正恩 金正恩沒有分別 跟毛澤東 其實跟鄧小平 江西和胡錦濤 都沒有本質的分別的 就是跟歷代 二千多年來 沒有五千多年 二千多年來 就是中國歷史是二千多年 信使是二千多年 二千多年來 這麼多年的歷史 沒有變的 帝王的歷史 偶然可能五四運動 民國時候會趨散一些 春秋節那個時候 大家會抱歉 沒錯 我不會反應這些 沒錯 主調 都是大一統思想 一尊的思想 所以就是 中華教授說 不是的 棍怨之下 有李白、有杜甫 有詩詞 曬氣啦 曬氣啦 李白、杜甫 李白、杜甫 她的收場就是要隱居 因為沒 melting 為什麼人家會這樣 因為沒得搞 這是我們看得到的現實 自怨自艾 但是從來幾乎就是 都是那句就是說 你不去 中國人不去追求的制度 或者這麼說 在中國裡面劉曉波實在太少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覺得劉曉波很precious 或者我們今天覺得香港我們都會找到一些劉曉波的物體 好像周雲彤這些 但是實在太少了 因為中國有十幾億人 你回到這件事 中共權貴的資產 萬一真的公佈出來 你試幻想一下14億中國人普遍的反應是什麼呢 我覺得吃花生啦 OK 甚至我可以很肯定 大家都會覺得的就是 應該啊 正常啊 要不然做中共共產 做到這麼高 拿到權力來做什麼呢 他們可能會甚至很羨慕 會有一種這樣的事情 譬如說 當年八十年代啊 龍英台啊 這個野火集第一個chapter 那句標題是什麼呢 中國人 你憤怒嗎 這個說法真的可以再拿出來說 我可以告訴你 十四億人會感到憤怒 真是寥寥可數啊 大部分的中國人都會說 哇 原來做習近平是這麼正啊 我的志願就是做習近平 就是又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是一個永劫輪迴呢 這個是理睬的哲學 永劫回歸啊 這個就是 因為沒有反思嘛 中國人 所以這個才是中國的悲哀啦 我會覺得是 不管你說什麼啦 我反戰一個 我反共 就是這麼基本的 如果真的 你真的有血性的 那你就反戰嘛 你反對中國共產黨 試圖改變現狀想吃台灣嘛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龍英台是另一個股市 我大概也要說一件事 就是 去到今時今日呢 就是美國去做這件事 當然好 但是為什麼現在 不是早前 是不是 你可以之前做多些事 那我會覺得無論哪個總統都好 其實之前是做得太少 對中國共產黨認識太少 當然啦 當然啦 這是一個漸進過程來的 那麼去到2020年 被這個武廢害到亂七八糟的時候呢 真是完全很多人覺醒了 拜登當政之後呢 只望有一股和風 但是他基本上呢 都是對於三年半以來 那臨到最後 想加清什麼鋁啊 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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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倍的關稅啊 又搞剛剛講這些東西 為了什麼呢 選舉而已 是的 問題就是 去到今時今日 你知道 這個東西是可以拿到選票的嘛 換言之 美國人是很痛恨中國嘛 這個民意調查顯示 列根基金會做的民意調查顯示 77%的美國人 視中國為敵國啊 68%的美國人 是覺得要幫助台灣啊 協防台灣啊 那我問你啦 誰有選票 誰沒有選票 不是很清楚嗎? 沒錯 這個是民主社會嘛 沒錯 那你不如流水 那你follow it 不呀 那兩黨也長 不是呀 送你這是全部的話 Sü米末啊 美主黨今天都有一點點逆民意了 你問民主黨最大的敵人 土敵是哪一個 他永遠都是 拜登 永遠都是俄羅斯的 其實都是和民意到爭取了 還有一件事情我想提出的 什麼呢 就算這份報告真的公佈出來,不需要給一隻手指弓給拜登 為什麼呢?最頂多今天拜登在做的事都是為他自己的民主黨贖罪 大家一定要問一個問題,10萬億也好,100萬億也好 這些資產誰縱容中國共產黨的權貴放在美國的? 哪些年哪些總統最歡迎中共權貴放資產在美國的? 隻眼開隻眼閉,數米起碼有克林頓,民主黨 奧巴馬,民主黨,你今天拜登最頂多都是贖罪 所以不需要英雄,給他手指弓,受了手指弓 但是正如桑寶所說,這就是民主的可貴 无论你拜登也好,特朗普也好,你幕后那些金主是谁 拜登曾经其中最大的金主就是马云 不要紧,因为你回到去,台湾政治都告诉你 国民党幕后金主是共产党,但你最后都要靠2300万台湾人的选票 民主就是最可爱的这件事,到最后选的时候拜登也要做些事 这次对手很强,做尽一点,甚至可能在台海打仗 然后公布你的资产,充公了资产,做得这么尽,都是为了选票 民主的可贵,法治的可贵,人权的可贵 希望美国能够坚强,我们看回他带头,日本,菲律宾,加拿大,英国,欧洲 希望欧洲会听,大欧洲很难听,很难听 是啊 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人会惹怨一件事 如果特朗普当選的话,会不会这些联盟会瓦解呢? 你不需要这么忧虑的 你想想拜登就是觉得抱着他们,忆他们,大家抱在一起 特朗普就是什么呢?怕他们,怕他们,怕他们 最后他们的死死地气和美国在一起 2016年到2020年不是这样 2020年到2014年就抱在一起的时候 那谁会比特一些,当然特朗普会使得比特一些 但是比特不等于他们会离弃美国嘛 走自己的第三路线嘛 因为价值,大家要 欧洲英国,穷欧洲,穷美英国怎么走第三路线呢? 他们都知道你自己军队,北洋人保护你自己 打俄国,防卫,他们个个都不肯制的,为什么? 交军费都不够他交啦 还有俄罗斯最好希望你第三势力,他们都知道不行 所以最后就是西瓜会大变 最后跟美国跑,这个是一个基本原则 那未来美日韩飞台连成一线 而特朗普最近已经说了 万一台海战争,他形成的格局是什么呢? 中国突然之间打台湾 美国要宣战都起码要几个礼拜时间啦 你要有伤亡,casualties 你要有这个国会通过,两院的通过 整个时间你起码要三四个礼拜啦 那这段时间呢,要培养到美军在第一岛链 和日本、韩国、菲律宾的军队 先挡这一批,加上台湾的军队 加上台湾人 那么有很多人就说台湾人不会挡的啦 那个移民的啦,投降的啦 我想这些叫做看得中天多,老都会生死啦 所有的民意调查都已经是七成的人 愿意和这个地方defend的 那么有三成的人不defend,那就走开啦 你做鬼就杀你啦 那么这个衰仔 台湾和其他国家的电视前 顶到四个礼拜 美国一来 中国共产党不玩完,甚至还不需要 公布资产,刚刚我们今天讲的东西 你玩完了,还有什么好说呢 所以就说打一条毛这个人 不是啦,最后给多一个概念给大家 究竟10万亿美元是什么的概念啦 那么你最近伊朗,大家都看到伊朗射一些无人机 导弹过去以色列 那之后99%就被这个以色列 连了英美法,跟着就全部殲灭啦 那么最后,事后公布呢 大概呢,那个成本每一锅这样 党顶一顶呢,就五亿美元左右啦 那所以如果共产党这十万亿,八万亿这样 说给你听,真是顶你很多嘴啊 就是说给你听,直接是不用拿本钱出来跟你打仗的 是你打本钱给人打仗的 你喜欢射几多次过台湾都没问题 因为每次十十岁都是五亿美元左右 有十万亿美元在那儿,大家可以顶你几十次啊,大佬 真是,这个就是... 我就说一次啦 所以... 中国已经... 好,中国共产党的党产... 鼓励他打,打得多些了 什么军机摇台啊,什么禁限水域啊 但是冲多些来,你一过架一页射下来 你不怕你的猪头,集猪头 一页说你集猪头,今天看不到 有共机共艦转要台湾,你就吃屎啊,集猪头 你没有钱嘛,你没有银用嘛 你没有银用的话,根本上就没得打了 中国由地方至中央全部已经破产了 是已经破产了,他不承认而已 银子是垃圾来的 各位,你有没有拿着人仔啊? 是不是在中国大陆看着这件事啊? 我想你拿着这笔钱呢 跟殷狮子是没有分别的 一想的时候,这些全部比军票还差啊 是恥辱的象征啊 贴满了你和子孙的所有旁间 将一百元的人仔贴在那里 证明你多么贱格,多么卑贱 就是说给大家知道 你就是共产党的死人一样 所以我就说了,我们奉劝各位 你还持有人民币资产 现在总不走的呢? 你吃屎啊你,你死啊你 你不死都没用,死都没用 所以希望大家知道 这些人始于为午 我就说了,你什么蓝丝、红丝我不管你 我不管你北上消费什么什么 你还持有人民币 就等于持有阴狮子 持有阴狮子的人就是什么呢? 非人也,鬼也,拜拜 就是这么基本的原则 所以你不要跟我说,哎呀我很多人仔的 我立刻跟你割席 因为Newbody 最近那位高雄安 发现他什么新竹市市长 发现他用微信 用微信可以收人家的人工的 他那份人工不在台湾收的 在微信人民币给他的 这些人工不在台湾收的 那你要问一下柯文哲 大佬 你要问一下柯文哲 大佬 是啊 高雄安 是啊 真是很神经 是啊 郭台铛和柯文哲 是啊 是啊 所以 所以很多人 所以说香港人 人家觉得医荣 不要跟我说藉口 你激动了少少少 不要那么激动 就是这个 曾经日日在喊爱国爱港 我觉得他们是应份要拿人民币的 OK 但是不要经常口不对心 不要说爱国爱港 然后家属走过来美国加拿大 这些我觉得要吃股 但是呢 你这些建制吃室米啊 九十个垃圾会 港奸啊这些最好 你们应该要拿人民币啊 多多都拿很高息啊 所以我觉得就 看看你是什么人 那些不用替他可怜的 但是anyway 我觉得 我胡桥上爱河桥 中国大陆就是地狱 你喜欢入地狱 你就入 是啊 现在你说我们香港已经被毒害了 我就告诉大家 你肯去做的话 那就拜拜 OK 当然了 你说我赶客 我这么说 喂 道不同不相为谓 搞这么多要做什么呢 还有我说 这些人 如果还拿着人 觉得很飘飘然的 觉得很好的 中国有很多前途的 美国一定会死的了 美国忘爱之心不死 美国先死 中国不死的 那你继续在那里发抑风 审判来到的时候 无人能够逃脱 我也再说一次 同意 希望大家快点去觉醒 放心啊 你这个呼吁是没用的 听新桑海神州 我想真的没什么人欠人民币的 所以你 你还是去那些蓝丝台 才呼吁啊 大哥 加拿大很多的 中文电台那些 可以呼吁一下 OK 好了 那我下去烈士文巡一下 看看有没有人欠人民币 时间差不多 下个星期 新桑海神州回来 再跟你见面 玩得开心点 就知道你会有个放假 希望桑保 最重要是开心的 今天 下个星期回来的 继续和大家新桑海神州 好 旅途愉快 OK 拜拜 谢谢你 拜拜 谢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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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